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 砍板人物来到北京 这里是中国大陆的中关村产业园区 已经在北京的古房外 90年代这里掀起了风起云涌的 关于民族发展自由科技工业 自由品牌的澎湃情怀 现在我们所看得到 甚至用得到的 很多大陆自由品牌的高科技产品 那些决定是三亿人口市场布局 甚至全球经营决策的CEO 倒退到20年前 很多人在这里都还是穿着T恤 牛仔裤 写城市的小伙子 小米基的雷军就是其中之一 三年市值冲上了美金100亿 今年的销售上看2000万只 而一只只鸡 可以创造超过800万人互联的独特网络 在雷军成长的年代里面 中国大陆是一个相对 比较封闭保守的社会 社群 网络 这些在当时听起来 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而雷军为什么 可以从一个城市园 站上时势的浪头风口 创造了属于他的时代 今天的看板人物就要告诉你 小米基和雷军的故事 大家好 TVBS看板人物 我是雷军 如何做一款好产品 如何办一家与众不同的公司 按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小米的秘密 好 我们现在在小米的总部 今天很高兴 坐在我对面的 就是大家心中有人称雷神的 小米的灵魂人物 执行长雷军 雷总 谢谢你到看板人物 是 谢谢 应该是谢谢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来小米 您太客气了 太客气 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到的 就是在9月 最新发布的小米3 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这两天也看了一下 它的这个画面解析功能 蛮令人惊艳的 就您心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制机来说 你会怎么样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小米3 我觉得小米3跟小米过去的手机的追求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每一代都追求最好的性能 那么在这一代里面 我们采用了NVIDIA Type 4的处理器 和高通骁龙800 8970AB的处理器 我们用了最强的两个平台 所以这款手机 持迄今为止全球最快的手机 到了2013第四季了 其实跟小米有关的热话题 除了小米3之外 有很多数字暂不得被报道 比方说这一年的上半年 然后我们小米的营收 就已经达成了去年全年的营收目标 那当然到第三季之后已经超过了 那还包括了经过最新一轮的融资 小米的市值现在超过了美金 100亿元 还有销售等等等等 您是我刚刚说是小米的灵魂人物 在技术或者是市场各方面 你都有很高的关注 因为你是创始人 所以这些数字 如果我们不从营销的观点来看 小米走到现在这个阶段 对你特殊的意义是什么 OK 实际上小米对这些数字 不是特别的在意 小米追求的目标 就是怎么能做出 消费者能够尖叫的产品 怎么消费者买了我们的产品 愿意给朋友推荐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当然把这些事情做好以后 我相信营业额 利润 市值都会有 所以小米还是非常坚信 把产品做好 所有的东西都会分支它来的 我觉得在发布之前 用户会为哪些点尖叫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因为我们的产品需要提前一年一年半就开始做 那么市场竞争的环境变化非常的快 然后到那个时间点出来的产品 是不是足够好 而且你有这么多竞争对手 对这对我们压力很大很大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希望突出来的最重要的点是 小米手机是全球最快的手机 对啊 那么你想我们自己不做处理器 不做CPU 那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手机是最快的 我们首先要用最快的CPU 才有机会做的最快 好我们需要评估一年和一年半以后的时间点 全球做CPU的谁做的最好 所以最后我们同时用了两家 用了NVIDIA的Tagry 4 用了高通的Skloon 800 我们就想知道两个平台谁最好 当然做下来的结果我觉得各有千秋 所以我们这两个平台都发布了 所以为了保证做的最快 你可能需要做两份和三份同样的东西 然后最后再选择用哪一款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只是你讲 因为你本身是技术出身的 我们讲说的叫 因为叫Try and Narrow 就是你用试误的过程 就是说您从一开始 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法子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正出 最后你最有把握让大家尖叫的产品 还是也曾经在 从零到三年多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过试误的过程 我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我出道比较早 最早我参与了金山软件和主流网的创办 然后金山软件上市以后 我又退休了三年 所以使我自己能够在办小米之前 我就想得比较清楚 所以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几乎没走弯路 所以刚刚讲的比较清楚 找的人也非常的对 时间点也很好 总之就是运气很好 然后特别顺利 米山推出的时候 因为那个邀请塔 所以后来大家都说 这个是小米的倚天界 我们讲说这十年住一间 那还是可以闷着头 也许你在这个深山的山洞里面 十年住一间 现在住一间不行 眼睛要看着全球趋势发展 是 就必须得这么来才行 是 所以你当你读准的时候 我们的方法是多做几款 但是呢 只发布 就是在发布的时候 才决定用什么样的产品 其实这一点也是 我们跟传统的手机厂商 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改都非常快 我们很多规格都是在产品 发布前一刻才决定说 我们做什么 我想跟你请教 就心机来说 就是因为小米它创造 最珍贵的价值 一般都公认的是消费参与 那我们讲到消费参与 是在用户变成使用端 这个消费参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在新产品发布的时候 在前端的研发过程里面 基于机密 那过去消费者 他所累积的这个消费参与的意见 怎么样进入到新产品的开发 可能作为保密阶段做的时候的话 我们还是会看他对我们过去的产品的评价 他对同行产品的评价 然后这个技术趋势往哪里走 当我们做好以后 在正式上市之前 我们还会先发售工程机 就是邀请大家最后来改应了 其实小米3的工程机已经发布了 可能别人认为工程机就是正式版本 我们是会先做公开的再试销 收集意见以后 10月中旬才会正式上市 所以米3里面 您刚刚提到速度快这个功能 还有哪些比较特殊的亮点 您可以说 其实它是累积了米1米2 在消费参与里面非常重要的达众意见 比如说小米3 小米3这款手机的话 还有很重要的一些性能 比如说它这个触摸屏 触控屏的是高灵敏度的 那么高灵敏的触摸屏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表现特别好 比如说玩神庙逃亡 很轻松你的成绩提高了一倍 还有你说 这个诱因好像还不小 对 因为前段时间中国有一款 那个中国的微信 时髦打飞机 他们说这个打飞机的成绩会好很多 还有 还有这个手指带水也可以触控 还有这个冬天下雪 戴手套也能使用 所以这些功能都挺受消费者喜欢 就是如果你光就科技做科技 或你光就市场看市场 因为你不会把在这个网络里面 所有的这个讯息跟需求 就大家比较关心的 对都连接到使用心理 所以是跟你过去所走过的路都有关系 我觉得主要是还是 我觉得还是怎么把消费者和用户的意见 给其拉进来 而且能够做出大家喜欢用的产品 这个还是蛮关键的 对 我接下来就很好奇 我们现在 我刚刚还请教了一下 我们的高阶主管 就现在如果我们讲小米社群 的注册数字 在我们录影这一天 大概已经有891万 将近900万 那这里面 这边叫发烧友 我们台湾可能叫死中粉丝 它还有100万以上 可能还不止 我觉得在粉丝的这个 在小米这套模式里面的话 我觉得粉丝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小米这个模式 跟以前的消费电子最大的差别 是让这些消费者和发烧友能够参与 其实这点挺难的 这个我自己以前就是发烧友 我就跟很多手机公司的老板提过意见 这个愿意改的人就没几个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但是那是OK 他们也不改 所以我就想办一个公司说 让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你有想法 你可以去改 你不一定要办个手机公司 办个手机公司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你有什么想法 我可以帮你改 所以那这样消费者的参与度 和他们的成就感就极大的被激发出来了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功能是根据我的想法改的 我可能会拿它跟我的所有的朋友 同学亲戚到处去推荐说 这个小米手机就是好 所以我相信这套方法 在我们台湾也会有很多消费者会喜欢 我们从提出意见 如果是有建设性的意见 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反映在这个产品功能上面 它大概你所期待容许的时间效率是多少 我们最快的话一星期的时间 我们每周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所以你在投注的这个人力上 以我们现在所在这栋大楼来讲 回应我们叫客服吧 就是回应这一部分 那你们的客服已经有多少人 从创始到现在 我们的客服 我们现在专门的客服团队 差不多有900%左右 900多人 我觉得当然还是远远不够了 但是总体来说在手机公司里 我们这样的客服团队已经是最大规模了 而且不是外包的 是上面 因为手机的这个部分的客服 没有办法透过其他高科技工业的 Outsourcing来处理 可以 但是我们不想这么做 因为客户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们需要取清天用户的声音 需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如果你外包 它只是去帮你解决问题 很难跟你再反馈客户的需求 打电话给您的联络人 他来接你们 这一天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几近超过3000人 全是为了它 众手瞩目中 小米三代机正式亮相 我永远追求的目标是 做全球最快的手机 因为我坚信 天下武功 唯快突破 最新的四核心处理器 带了滑雪手套 也能使用的五寸触控荧幕 加上1300万画素的镜头 规格都赢过刚上市的iPhone 5S 5C 售价却不到它的一半 像这次小米三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功能 就是可以通过镜头来分析你的年龄 相机具备年龄辨识功能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却是小米征服消费者的最大利器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只有小卡就可以了 手机装上读卡机 立刻变成行动ATM 还可外接广角镜 增强相机功能 把手机的使用无限放大 幕后推手就是雷军 小米手机在今天中国市场 也绝对不是卖手机量最大的 我们不追求这个 但是除了苹果和三星 我们一定是口碑最好 影响力最大的平台 为了这次专榜 我们整整协调了一年 好不容易雷军有空了 依旧得分秒必争 采访过程还得避免过多场景 软体工程师出身的他 做起事来就像写成事 简单扼药细心连禁 穿着低血牛仔裤 雷军在舞台上肢体动作丰富 和苹果一副创办人贾伯斯 极为相似 1969年出身的他 曾经做过软体公司 以及游戏网站的董事长 2010年创办小米科技 短短三年半 大陆智慧型手机市场大洗牌 让他赢得中国贾伯斯的称号 看了贾伯斯的书以后 更多的是想办一个 世界级最酷的公司 但是我本身是一个 很好的程序员 所以我40岁以后 我愿意办小米 就是因为这是我爱好 我愿意做这个事情 拿起来 拿起来 同学们都过来一下 赶紧的 赶紧的 活动现场 旗海飘扬 来自大陆各地的年轻人 聚集在一起 讲到品牌影响力最好的例子 就是他们 小米手机的爱好者 米粉 我是从新疆乌鲁木齐 过来的 今年27岁的石宝贵 是能源公司的员工 尽管发布会开在上班日 他还是请了三天假 飞了2600多公里 参加发布会 而像他这样的死中拥护者 都被称为小米发烧油 因为我是米粉嘛 狂热的米粉 把小米的logo和火焰刺在身上 外号小米搁搁了他 每年都从深圳赶到北京朝圣 小米的经典口号 为发烧而生 这股狂热来自于餐鸣感 他做产品之前 他就跟米粉去 切心去交流和沟通 他这个产品怎么做 这样做出来产品 对一个消费者 还是一个发烧油来说 包括一个米粉 他肯定喜欢他要的产品 明天消费者建议 改善软体缺点 小米以克为吨的模式 成功提高市占率 去年一整年 卖出719万台手机 但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量 已经达到703万台 生产效益超过600亿台币 让这些消费者和发商友 能够参与 你什么想法我可以帮你改 所以 那这样消费者的参与度 和他们的成就感 就极大的被激发出来了 这个是 我边卡后的 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21号 来自台湾的严家府 原本是国内手机大厂的员工 加入小米团队 担任产品经理 大约两年的时间 而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小米模式 从工程师做到董事长 最后又半路出家卖手机 就算小米没有生产线 全靠代工组装 雷军还是靠着老本行 强化手机软体 抓住消费者的心 我决定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决定 一年一度的发布会 雷军一口气推出小米3 和小米电视两项产品 但最让米粉疯狂的 持大手笔赠送 将近台币4000块的新款手机 外面卖到缺货 网友骂翻 雷军逆向操作 讨米粉欢迎 差不多这一天 会场外看起生日派对 寿卿宝爷是小米的活动主持人 平常负责主持小米 在大陆各地的活动 是站在第一线 和米粉接触的小米员工 只因为米粉 所以小米 而且我们公司一直都说 要跟米粉做朋友 所以米粉肯定是我们 一路走来最重要的一部分 苹果的支持者 在大陆称为国粉 彼此交流 却没有米粉频繁 通过网络 大陆各省市的米粉连结 总人数已经逼近900万 迅速扩张了群体 造就了小米传奇 也就是用互动的方式来做手机了 怎么能够在微博上 做推广 推广你的产品 然后呢 新生口口相传之后呢 它的传播性很好 而且费用是零 几乎是零 这天9百 不开店 不打广告 利用网络销售 降低成本 让小米手机 在价格上 占有优势 根据国外市场研究机构 Candalyze的调查 小米今年第二季 在大陆的输货量 已经超过美国苹果 排名第六位 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战场 要向坦克车开过来 都能搞得定 做了这么多年 下来以后呢 到了40岁的时候 我真的认为 可能所有的成功 都是运气 短短三年半的时间 小米手机 站稳大陆市场 雷军归功于运气 尽管如此 今年4月 还是进军台湾 会布局全球 试水温 其实市场分拨很小 如果很挑剔 所以我进台湾市场的时候 我说只要能卖一台 只要有一个人喜欢我们 我们就是成功 高低的消费者 最能反映产品优劣 合作业者远传统计 小米的出货量 仅次于HTC和三星 苹果再度被抛在脑后 今年发布会上 小米主打 以天剑屠龙刀 就看为快不破的理念 能否站稳国际移民 事实上在这个 小米创立前的一年 如果我读到所有资料 没有错的话 您曾经建立 花了一年多建立一个平台 号召网友 一起在网络上讨论说 怎么做出一个 符合中国人需要的致机 那一年的时间 你觉得你所得到的 最宝贵的经验 确立了你 去建立消费参与 这一个创新模式 在那一年的时间 你听到了哪些声音 那时候在那个平台上面 我觉得那一年做平台 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说这套模式行得通 有很多人有想法 他需要一个平台 来实现自我 我觉得对我第二个 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 我发现全世界各个区域 都有这样的 然后它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 所以比如说一年前 很多台湾的朋友跟我讲 说你们小米手机 在台湾肯定卖不出去 我们今天试用去了台湾以后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还是蛮受欢迎的 应该远远超出大家想象 所以小米这套做法的话 应该在全世界都能通行无助的 你怎么样跟提出那种论点的人 有一番对话 他认为因为他太在地话 他所有的操作经验都是在地化的 所以要走到全球性的 任何一个小米论坛 可能会形成一种框架限制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会 其实苹果就是跨越了 女言 民族 国家 成为了全世界的时尚 我实际上认为高科技产品这方面受的限制还是比较少 我也坚信呢 可能在未来两三年里面 大家能看到小米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区域 可能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 您刚说在对短的时间是几年内 我想两到三年之内吧 应该会非常快 所以我们也刚邀请了这个Google的副总裁 安卓的产品副总裁 回过Berry加入小米 我想他的重要的使命就是在全球范围里面 推进小米的国际化进度 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战役 因为他整个三项要件 可能我们邀请这些高管 可能跟大家理解最大的不一样是 我们会邀请他在北京工作 而不是他加入小米在硅谷工作 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我觉得他要了解小米 因为我看了台湾里不少的高科技企业 请了国外很多很优秀人 他们其实都是在国外工作 他们并不了解这家公司 所以大家的意见就可能很容易有分歧 我觉得在一起工作都可能有分歧 不在一起工作那分歧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所以回国加入的时候 我跟回国谈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是说你能不能来北京工作 我们俩能不能天天在一起 我要确认你两年之内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什么叫小米 因为我们要做的方法是 按小米这种模式在全世界成功 所以这是最关键的东西 小米模式是听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 因为它很调怪 因为小米模式它创造一种独特的行销模式 然后这个行销模式 你有信心可以全球化 可是当你要组织全球化之前 你必须深入它的精髓 然后去了解 它当初是如何从在地化 从这个土地生根发芽的 不用米疗来举例呢 这样大家就觉得比较具体 我觉得米疗是我们在做互联网手机过程之中 碰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我们赌了一下 我们赌腾讯在一年之内反应不过来 就它三个月 对 如果他们一年反应不过来 大概我们有50%的胜率 这是在别人的主场 但是赢了的话是100亿美元 所以我们赌了一下表现了一个创业公司 非常彪悍的战斗力 这个当然腾讯内部也都急了 这个当然最后的结果的话呢 我觉得腾讯摇摇领先 但是米疗还是能够活下来 而且做得不错 我觉得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团队的 这个执行力和作战能力 但回过来再讲的话 这是我们小米在发展历程上 出现了一个百亿美金的机会 这个机会要赌别人出出错 好像也不全算是机会 当然我们去试过了 还好 我觉得我们回报也很丰厚 是执行长你回顾我 你会不会后悔过 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提到说 其实以雷军本身的技术专长 跟他的聪明才智 他这一生在小米之前 他错过了 一说两次 一说三次了 就是破釜沉舟介入互联网 提早站在浪头风口的这个时机 那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您在金山软件的时候 2000年吧 是不是这个腾讯 问说要不要买QQ 那当然在资料上还有了 就是后来很早的时候 这个是谣传 虽然我很早就认识马化腾 马化腾没有问过我要不要买 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这是谣传 因为这绝对 他绝对没有问过我 他是不是想卖给我 只是没开口还是什么 但是我 所以您认不认为您 之前曾经 这样讲 执着于PC 有没有过那段时间 执着于PC而 我觉得还不是 错失了互联网 更早的事 我觉得还不是 执着于PC 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 我相信我们两个的教育 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教育孩子 要聪明 要勤奋 要努力 特别是勤奋 对 对勤奋要求比较高 所以这样会使像我们这样的人 这个就坚信 聪明加勤奋 天下无敌 就是总觉得赌机会 是一种机会主义者 那我懂意思了 就是我们进入任何一个战场 要向坦克车开过来 都能搞得定 所以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这个 这个做了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 到了40岁的时候 我真的认为 可能所有的成功都是运气 如果你不重视机会的话 你其实很让大成 这是60年生的人的特质吗 就中国社会来讲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是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 是吧 就是大家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老师讲说 这个爱因斯坦讲 成功是99%的汗水 加1%的灵感 好 我们老师就永远讲99%的汗水 据说我们有考证过 说爱因斯坦 后面还一句大家没讲的 说那1%的灵感 永远超过了99%的汗水 我想用我的医生证明 这个1%的灵感 要超过99%的汗水 但是99%的汗水是基础 这是基础 所以我们中国以前的教育 都教育里面99%的汗水 他们不强调1%的灵感 因为事实上这个灵感可能起了真正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今天我在中国我讲了一句话挺出名的 不是我发明的 而是我引用了一句话很出名 就是当一只猪到了风口上都能飞起来 所以他们说这叫非诸理论 我想描述的 我想传播的就是 勤奋是必须的 这是前提 把握机会 你才有机会成功 如果你不顺势而为 你不去把握机会 你天天去逆天 哇这个前进的过程中有那么大的阻力 你怎么可能达成呢 所以我觉得不在乎我错过了多少机会 因为哪怕我是错过了那么多机会 可能我在40岁前也还是做的 我觉得还是对得起我自己的付出了 我也很庆幸的 40岁之后我把握了这个智能手机的机会 我们运气超好 我们进去以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我们也告诫自己这只是运气 这只是运气 我们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很好奇 就是说在您从大学毕业 然后从一个城市员开始做起 那个时候的氛围是不是有这么一点 就是科技报国的味道 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您曾经梦想过要写一套 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软体 我们不讲互联网 就比方说游戏软体或者产业 那个时候会不会很多人都认为 事小而不为 有没有那样的一个时代氛围在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年龄来说 我们肯定还是有蛮强的这种 这种科技报国的想法 当然可能不是大事和小事的原因 我觉得我们可能对商业的重视度不够 我们不会认为做商业有多么了不起 可能会对科技的进步会更在意 当然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 然后其实科技和商业都同等的重要 就是商业和科技也同等的重要 甚至更重要 所以对我这样的一种工程师背景来说 我觉得认识到商业的价值也是我人生 很重要的转折点 我觉得说小米跟今天几乎99.99%的公司 都非常的不一样 它第一没有管理层 第二没有KPI 我们最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做 安装无尖叫的产品 而我们每个人愿意投入热情 每天很激动 每天很兴奋 每天天一亮就想来上班 我觉得这样 我们晓得你曾经提过 你生长在这个中 所以你的成长过程里面 中国大陆社会在你成长的前半段 也许是前二十年 它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环境 92年你到了香港 你说你经历了第一次震撼 好像你用的词就是 更大一点叫崩溃 后来到了美国 眼见之后又经历了第二次的崩溃 就是这个世界 并不是我雷军原来所想象的 这样的一个坐标 这样的一个模样 你觉得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运转的不一样 对你这一生非常重大的启发是什么 乃至于现在你开创了小米的时代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 然后我们要理解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看法 要包容 比如说我们 我们在大陆看到的都是香港的 古货仔黑社会 所有的电影电视剧里都是 你会觉得 香港这个肯定超级的不安全 每天都有打打杀杀 他甚至货仔走在路上 然后你发现 你发现你第一次去香港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有时候在电视里看到 美国也是这样的 这个 当然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时候 都选择了这种划重去总的方向 跟事实是不相符的 我要谈的是一种包容性 其实小米这个模式对包容性要求特别高 它要有软件方面的人才 要有硬件方面的人才 要有互联网的人才 它跨越了好多 好多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企业的文化 然后要融合在一起 你看我们这里做硬件的同事 绝大部分来自于摩托网 做软件和做互联网的有来自于金山的 微软的 Google的 总之很多种融合 就是你需要有非常强的包容性 然后你要理解每一个公司怎么想的 包括跑供应链 我们去拜访韩国公司 日本公司 美国公司 包括我也跑了很多趟台湾 每家去敲门 总之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 现在小米 它即将迈向一个全球的市场 你刚刚又提到了 小米它本身具有各种各样软硬体 它所需要的这个条件 所以后备的这个技术能力的人非常的多 小米的组织怎么样尽量的扁平化 因为如果在一个包容性如此大的团体里面 它的这个阶层组织 我听说小米是相当扁平化的 就除了七个创始人 现在因为小米电视 我们算是八个 OK 我觉得小米在这里面的创新 也是走得蛮远的 因为我原来办金山软件 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的背景 所以大家老说你管理不好 是吗 然后我们就看了很多的管理书 请了很多咨询顾问 也经常研究那些大公司的管理 我休息了三年以后 我办小米的时候 我想办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公司 我不想办那么复杂的 所以我们办了一个没有管理层的公司 没有管理层 对 我们整个公司大概只有三层结构 就是一线的工程师最重要 然后有team lead 然后就是合伙人 所以这样是我们的合伙人 每一个人都能管一些具体的事情 每个人都能跟一线的工程师去交流 然后做出正确的决定 然后这样我们几乎没有会议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分管的合伙人 每个方向上都有分管的人 第二个的话 我们鼓励你先做决策再调整 除非你跟我有必要跟我们一起商量 因为我们公司推进的速度非常快 对 所以我们怎么寻找足够多优秀的工程师 工程师的责任心 对我们企业文化的理解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但是我觉得怎么理解 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怎么以身坐这地去做 我们怎么能跟你每天一起商量工作 一起往前推进 这才是最关键 而不是我们开多少会去洗脑去教育 你不是 我觉得是我们怎么做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套模式建立好以后 我们公司就具备非常强的扩张性 就包括规格就是要加入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不是汇报关系 然后他是小米的合伙人 他要了解小米需要什么 他要认为小米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鼓励大家去试 去闯 我们鼓励一线的人做决策 有时候这种官僚流程 会把最重要的信息给过滤掉 坏信息老板总是最后一个知道 永远都是这样 对吗 而且其实老板啥都不懂 你想我们做小米手机这么复杂的 软件硬件这么多复杂的东西 要我全部懂 这个不公平 这也不可能 我无论怎么聪明 我都不可能全懂 所以我必须要找到 在每个领域最优秀的人 让他们去做决定 OK 如果他们拿不准可以来跟我商量 错了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互联模式 错了可以改 我们不要着急 不要怕犯错误 所以其实人生走过每一个路 后来看都有他那时候意义 如果你那时候没有从工程师出生 然后经过了这么多 其实我相信你有很多是你 自修的成分 去学习别人所谓 雷军你到底懂不懂管理 那个过程 消化之后 因为我今天不需要去证明 我懂管理还是不懂管理了 对 但是30岁的时候我需要证明 所有人都说你是工程师 你不懂 我们怎么教你 我真的是研究了半年 我才研究明白了 我说原来我明白了 什么叫管理好 管理好就是把衣服穿干净了 每天穿白衬衣 穿西服就OK 白领嘛 对 我半年之内就把我们经商管理 搞成世界一流了 因为我看 他们说HP管理好 我看HP不就穿白衬衣吗 从今天开始 我们说员工白衬衣 这是形式的东西 我觉得把一个公司真的管理成 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公司 每天你都很激动 然后你能做出 让人尖叫的产品 这才是最好的管理 所以我已经不需要 跟人证明 我能不能管好公司了 所以我这次做了两个 很大量的尝试 我觉得第一个 尽量扁平化 去掉所有不必要环节 去掉管理层 我觉得第二个更伟大 去掉KPI 我认为KPI 也是让大家误导的一个方向 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 所有的中级目标 是做出用户尖叫的产品 这个尖叫的产品 怎么KPI 你能告诉我 你怎么把它分解吗 只要能够分解的东西 它都不会尖叫 所以尖叫是一种感受 对吗 我说尖叫不尖叫 你不需要KPI 当我在台上讲出来 用户不尖叫就是不好 尖叫就是好 就这么简单 我也不需要你来帮我判断 我自己就知道 这个东西好不好 你说这部手机 是卖一百万台好 还是卖一千万台好 还是卖一亿台好 但你如果说 这个数字不是你的重点 对不起 有人就会说 雷总你好矫情 当然是一亿台好 一亿台不一定 一亿台不一定 小米手机在今天中国市场 也绝对不是卖 手机量最大的公司 我们不追求这个 但是除了苹果和三星 我们一定是口碑最好 影响力最大的品牌 而且我们会迟早 我们也会成为 销量最大的公司 我不追求今天 但我表示他将来不会 是因为以前 别人给我KPI 我都是保证百分之百完成的 结果在完成KPI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走了很多弯路 比如说举个例子 卖一百万台 咱们卖不了一百万台 怎么办呢 咱们再弄个什么 老人机买个十万台 咱们再弄个 工人机再卖十万台 反正我偷偷就是要 在季度你交出这个数字 对 我能交出来 以我的执行力 我一定能给你弄出来 但是没有价值 如果这个市场 支撑不了一百万台 我们干嘛 可能卖五十万台就挺好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时机 我想说是不是在 所以我原来管理公司的时候 我追求每个季度 达成目标 后来我发现 这就是我们怎么掉了坑里去 怎么误入歧途的 所以等我今天有机会 百分之百按我的意见 来做一家公司的时候 我不要欺骗 我现在只要求我的产品 怎么能做到尖叫 我今天我自己是个工程师 我是个用户 我就是想做一个好产品 李总 我想问你 我不看 包括我也不认为 我们是个什么营销公司 我觉得小米百分之百 透透你是一家产品公司 你为什么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中国人台湾人讲 人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就是说你回顾你那一段 你必须要满足 satisfy KPI或者是短期 可见利润的那个过程里面 你不是一个失败者 你是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人 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你会看到了 这个真的不是我要的 追求激动 激动的陈述一下 我就说小米跟今天 几乎99.99%的公司 都非常的不一样 它第一没有管理层 第二没有KPI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的 其实我们这里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工程师 我们希望一线的工程师 来决定这个产品做的什么样子 我们希望每个人 接近全力做出 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产品 所以我们怎么坚持 我们自己的目标呢 我觉得在做产品 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最最核心的目标 就是要做 按用户尖叫的产品 而我们每个人愿意 投入热情 每天很激动 每天很兴奋 每天天一亮就想来上班 我觉得这样 能做出你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小米最难最难的 就是找到很优秀的工程师 然后极有责任心 然后他甚至也愿意 跟用户去沟通 去交流 做出让他激动的产品 因为我们是一个 很强调极致的公司 目标非常的夸张 所以 我觉得我们在每个岗位的同事们 都做得很好 但这不是我们KPI要求 所以我们公司 不会为你多卖多少部手机 提供任何奖金 我们不鼓励 卖更多的手机 我们鼓励是客户的忠诚度 我们鼓励你自己 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你愿意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我们逼着你的 所以我们一致坚信 我们要搬一个小公司 搬一个门口 有人排队的小餐馆 这个老板 所有的来客都是他的朋友 他认识每个人 知道每个人的生日 知道你家里的情况 是吧 这个菜不错 然后免费送你两个菜 今天打个八折 明天不用结账 他跟每个人都是朋友 这就是我们希望 小米办成的目标 对小米来说 最最重要的还是坚持 克制贪婪 不要做太多的事情 不要奢望卖太多的机器 不要奢望进入太多的领域 不要奢望自己 还可以更能干 step by step 克制增长的数 没有 不重要 你跑得太快很容易翻船 李总在米赛发表会上 我们看到了这个小米电视 那之前很多人说 小米平板会不会退出 我这问题可以问你吗 这个我觉得小米 是一个蛮克制的公司 我们做每个产品 都下很大的功夫 我们强调专注 少做点事情 其实做平板 比做手机容易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每出一款产品 那个产品都特别好 所以我们出了小米电视 我们是竭尽了全力的 这个当然出来的评价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在这里就因为有了小米电视你知道吗 就是说原来大家其实都已经相信并了解 就是你一开始就希望定调 就是不要说把小米提到苹果 无名说小米更像Amazon 但是当我们有了米3的置机 然后我们现在又有了小米电视之后 我们会不会想象 就是在市场需求形成一种脆破的压力下 将来小米无可避免的会生产一系列的 过去我们在一开始创始 没办法想象的小米科技商品 然后变成一个在硬件方面的家族 我们希望每做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都是好产品 所以到今天为止 小米也没有几款产品 就只是发布了三款小米手机 一款红米 一部电视 这就是小米在过去的三年半 做的全部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不是想把它做成系列 我们希望每一款产品 它就是一款产品 它被很多消费者所喜爱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即使将来是全球化 那个还是试图去跟世界上更多人对话 对你来讲 那并不是构筑一个小米亡国的蓝图 对的 那不是我们的目标 反正我更在乎的是做一个好产品 我不在乎什么亡国不重要 我觉得有好的产品 大家就会喜欢你的公司 就会非常好 做不出好产品 这个公司再怎么都是白大 当然如果大家对我们产品 还不满意的话 那说明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但是这不改变我们想做产品的觉醒 我说你在小米里面的角色是多重的 你是创始人你是engineer是super sales 那有人说你是soul是灵魂 在这么多角色里面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你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觉 就是人家讲建山是山 建山不是山 你好像又回到了工程师的建山又是山 因为你提到好多次 我看到在超过十次 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是技术出称工程师 所以有很多的思维里面 即使碰到了小米 现在大家都认为 走到一个风口浪头了 可是你觉得技术师的性格 跟以技术师为本的这一个血缘跟基因 你现在愿意拥抱它 最大的让你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在哪 我觉得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让我每天很激动 让我心甘情愿这么去做 这是促使我每天来很激动工作的动力 在跟你大学那个时候 你看到了Steve Jobs的书 然后那么激动 然后那时候你有那个梦想 你要写全世界人都可以通用的那个程式 当然其实Jobs的梦想 对我弄到我身上是办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因为我本身就是工程师 我本身就很喜欢 喜欢写程序做东西 我自己是觉得 你刚才问我这一刹那之间 我觉得跟我18岁的梦想可能有一点点差异 看了Jobs的书以后 更多的是想办一个世界级最酷的公司 当然这是我去创业的原因 但是我本身是一个很好的程序员 我其实这个东西是我的是我的爱好 所以我40岁以后我愿意办小米 就是因为这是我的爱好 我愿意做这些事情 其实其实办一个百亿美金的公司 办一个多么优秀的公司 都是因为我们为了招募最优秀的人 要说服人家跟你一起干 对吧 台湾这流行叫热血 可能跟你刚刚讲的激动有关 就是你投注你毕生到你有热血的事上 他们总是希望有梦想 希望有些现实的生存的困难 需要更好的工资和报酬 那他跟你来干小米有没有前途 所以你要讲一讲说 你把产品做好 你可能带来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 把产品做好就是我全部的目标 雷总如果这时候 有这一代的中国人或台湾人年轻人 他问你说雷总 那是因为你已经累积了好几桶金 所以你现在可以说热血的价值最重要 对 他们会这么讲 对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 没钱万万不能 如果你还有兴趣跟这样的一个 激动来对话的话 你还会怎么说 我觉得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每天会活得比较开心 当然你可能为了赚一些短期的钱 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这个我也不阻碍你 我觉得至少那样的工作没意思 因为我也干过很长的那样的工作 所以你做过 你有在不开心的当中 仍然全力以赴熬过 对 我也扮演过 大家理解的什么企业家管理者 我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还是现在穿T恤牛仔裤 像个城市员一样比较自在 对 所以我们也真的是每天穿过西服的人 然后觉得很无聊 好 现在白领 白衬衫卖不到她 我们最后来想谈一下 刚刚讲到 未来两三年内 我们可以预期 小米她走向世界市场 或是我们跟世界上更多的人对话好了 我想这可能是你比较喜欢描述的一个方式 那你觉得可能 比较最有挑战性的为小米是哪一个 其实对小米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克制贪婪 不要做太多的事情 不要奢望卖太多的机器 不要奢望进入太多的领域 不要奢望自己还可以更能干 我觉得不要着急过快的增长 step by step 克制增长的速度 没有 不重要的 你跑得太快很容易翻船 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 这就是我们三年多时间在内部 我们自己讨论在内部讲 所以叫克制贪婪 有时候增长就是一种贪婪 你追求那些东西 就给你公司累积了很高的风险 然后你 那反正世界上这么大 我们一个一个国家做 一个一个市场做 不着急的 我不在意一定要两年拿下来 还是五年拿下来 我也不在乎市场份额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美金一个区域 都有足够的粉丝量 大家疯狂的拥戴我们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所以我进台湾市场的时候 我说只要能卖一台 只要有一个人喜欢我们 我们就是成功 台湾市场对小米的独特性在哪里 这么重要 这是个实验型市场 这是个实验型市场 其实市场规模很小 用户很挑剔 竞争很激烈 很挑剔哦 对 竞争很激烈 我们是想用这个方式 这个市场来证明 小米模式在全世界都会畅动 台湾市场目前所带给小米一个进入了 没有错 因为得到新的挑战的 哪些因素反映出来 我觉得在台湾的话 当然台湾的消费者也骂我们 说我们也是饥饿营销 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我没说 对 但是我们在台湾市场受欢迎的程度 远远差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台湾有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 大家对自己用的这些科技产品 有很多意见 你想参与 你想修改 然后你想体现的与众不同 所以这就是小米为这样的客户群设计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台湾是一定会成功的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40岁的时候 你选择了 一般人看起来是非常破釜沉舟 比较怪的一条路 那可能是你从小到大 到了那一刻 你愿意做了这样一个 我要做一个制机 创新制机 才反映出来一个 属于雷军的特殊价值 人生价值 我觉得在我决定办小米的时候 我想的最大的困难是 是面子问题 万一输了的话 觉得面子会有点扛不住 因为比我晚 意大利人他们都做得很成功 然后我投资的项目他们都很成功 然后我自己创办一个公司 搞砸了 搞砸了会不好交代 这可能是我想的最多的东西 我在办这个公司也没有想到这么快 做得这么大 我觉得但是这件事 有一件事情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喜欢这件事情 我每天工作很开心 我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人生的这种成就和幸福感 可能就是因为你做这个 喜欢做的事情 谢谢你今天非常谢谢雷总执行长 谢谢你给我们做多时间 也祝福你常常永远沉浸在你的幸福感当中 OK 谢谢 谢谢 祝福小明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